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天的社区病例是超过20起的 那么随着经济的解封 现在亚太不少地区的疫情出现了反弹 在香港有不少的确诊个案 涉及了连锁的餐饮店 还有茶餐厅的群组 以及一些夜晚堂食现在必须被禁 日本东京则有剧场出现集体感染的情况 那么包括剧组人员 观众在内 密切接触者的人数已经达到大约850人了 那么在我国方面 阻断期结束这一个多月以来 餐饮堂食 娱乐活动也逐步地恢复 但是我们要如何地避免疫情在社区传开 马上来听听传染病的专家怎么说 这几个星期来看得出我国的病例逐渐增加 这个是在社区感染之中 新加坡国民跟永久居民 有时看到有两位数那么多的病人 所以这个看得出我国控制这个疫情 不如开始转措施结束后的第一阶段那么好 接下来我相信这个指数还会逐渐地增加 主要的是人民忘了我们还在疫情之中 我们需要控制距离 尽量不要出门 第二 食堂已经开始了 看得出人家有时候排队买食物 也是排得蛮长的 第三 我们现在戴的口罩跟保留那个距离 不像在阻断措施那时候的那么的谨慎 所以肯定的我们的病例会逐渐增加 看一看中国 香港 还有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这些国家虽然已经控制了疫情 但是在一夜一个星期之内 疫情又突然间再发作起来 香港和中国人 他们的戴口罩的习惯 甚至新加坡人 在这种情况 他们都可能再感染多一次疫情 疫情会猛声 肯定的新加坡 我们习惯不如他们那么好 我们的数字肯定会逐渐增加 另一个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的那个指断措施 已经是开始的放松 所以人们可能觉得说这个是应该开始放松的时候 其实不然我们要做的是刚好相反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我们的管制有放松 比较多机会是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群 特别是人群密集的地方 所以这代表说有一定的风险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组人会出去外面用餐 用餐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口罩拿下来 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如果我们有好几位好朋友聚聚在一起 测茶啦或者是聊天 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可能要把口罩拿下来 可能会觉得心情比较放松 比较没有那么防范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也是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惯的提醒我们个人 注意我们个人的安全 也是注意我们社区的安全 由此可见呢 即便现在更多的经济活动逐渐的开放了 我们对待疫情的态度 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戒 因为世卫最近也表示呢 不排除在室内还有封闭的空间内 通过空气 也就是由气溶胶传播冠病病毒的可能性 那所谓的气溶胶传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冠病病毒真的会通过空气传播吗 来听听看 一个人进去一个房间 如果你闻到它的香水味道 也就是说那个微小颗粒 从它身上呢 通过空气传播跑进你鼻子里面 同样的 如果它没有戴口罩 讲话的时候 这些微小颗粒呢 也可以传给你 那飞沫怎么变成空气传播呢 我们讲话的时候 打喷嚏的时候 喷嚏就会跟着飞沫的方法呢 出来 病毒也跟着飞沫出来 但是在干燥的情况 或者后面假设有风吹的时候 那个飞沫就慢慢逐渐变小 水会蒸发出来 变小的时候变成微小颗粒 可以浮在空中相当久的时间 这个微小颗粒呢 比较小 所以我们戴了补充口罩 戴了过后呢 还是可以吸进去 普通口罩是没法止控制这个病毒 那么如果要用气溶胶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探讨的话呢 它的颗粒是非常的微小 一般上呢 是小过五个毫米 那么五个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颗粒的大小呢 它可以在空气中巡浮一段时间 它也可以在空气中漂流比较长的一个距离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并没有正确的数字 这个病毒是可以通过气溶胶来传播 那么在本地呢 就是我们国家传染病中心呢 正在这方面做积极的研究 在我们的病人的病房里面呢 我们采取空气中的样本 从空气中的样本呢 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它的颗粒 是少过五个微米的 核酸在我们的空气中找到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呢 就是如果我们找到它的病毒的核酸 并不代表说 它有活性的病毒在那个标本里面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没有任何一项科研的研究 是可以完全证实 这种非常微小的颗粒 还存在做活性的病毒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还在积极的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当然我相信大家目前为止 对于基本的防范措施 都有一定的理解了 但是以我们目前根据这个病毒的了解 还有哪一些我们应该进一步 采取的动作呢 如果要真正的控制空气传播的话呢 就要戴N95这个口罩 但是我不介意观众或者听众 用N95 一用的时候反而弄小反拙 一直动鼻子眼睛把病毒传入体内 台湾 香港 中国 韩国 跟西加坡 我们用的孔罩呢 是只足以控制飞沫传播 不足以控制微小颗粒的传播方法 也就是空气传播 如果病毒真的是有空气传播 那我们看到病例呢 会剩余现在的最少50到100倍 所以我们唯一的结论是 新冠病毒主要传播的方法 还是由飞沫传播 但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可能后面有风 或者天气比较冷 就如我们认识现在的澳大利亚 墨尔本 他们冬天的时候 天气比较干燥 在这种情况 那种飞沫呢 可能变成空气传播 虽然通过微小颗粒 可以用空气来传播 我国人民还是要继续 积极地戴我们常用的口罩 戴着口罩 可能没法止100%避免感染 但是它的有效率呢 也最少有90到95% 其实现在我们出门在外 已经习惯戴口罩了 但是除了戴口罩 国人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做出哪些调整 才可以把感染的风险降至最低呢 要控制新冠病毒最好的方法 其实是在室外 讲话飞沫 只是可以去到大概一米的距离 但是在室内的时候 有时有空调 空调越冷 越干燥 那个飞沫呢 就变成越小的微小颗粒 那可以停顿在 浮在空中相当久的时间 那假设我在房间打了一个喷嚏 一个小时过后 在这个冷的房间里面呢 病毒还可能循环在空中 所以接下来的人进来呼吸的时候 也可能会因此受感染 有人在唱歌或者演讲 在这种情况呢 病毒会传播的更厉害 那我们食堂的时候 去到冷气房吃东西 记得你吃东西的时候 不要讲话 要讲话 请你戴上口罩才讲话 这样呢可以帮助避免 传播病毒给其他人 同样的 你看人家还是积极地讲话 你自己还是戴上口罩 保护自己吧 如果这个病毒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通过 清容胶传播的能力 那么比较常见的例子呢 就比如说是麻疹 或者是水痘 怎么样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链的话呢 一般上还是要采取非常广泛的措施 戴上口罩 勤快洗手 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么比较根本的解决方式呢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很有效的疫苗 这样就可以提升我们人群的免疫能力 那么这是最好的一种 阻断这个传播链的一种方式 另外呢 继切割进口三文鱼的砧板之后 中国也从进口的拉美冰冻白虾包装上面 检测出了冠病的病毒 没错 这也不禁让很多人担心 这个病毒是否有可能存在食品的表层上面 那么国人在处理生鲜食品的时候 又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第一 食物还算是肮脏的 所以你在接触食物 接触他们包装的时候 接触完过后 尽量记得洗手 在处理食物的时候呢 记得用水 先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处理食物 水呢 是可以把病毒洗掉 第三就是 如果食物是要吃生的话呢 记得要洗干净 甚至可以的话 用一点烧水稍微烫一烫 那是非常安全 好的 特别感谢刚才以上两位专家的分享 在下段节目当中 稍微放松一下 前阵子呢 我做了一段非常特别的节目 我去了解水母到底要怎么样的照顾 它们才能够茁壮地成长 甚至能够大量繁殖 那有点红色的 你准备要再出小水母了 它得模仿海洋的四季变化 以便让水母在人工环境生宝宝 广告回来 新潮特工带你走入海洋馆 了解水母饲养员的工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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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